關心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感受到明顯的雨勢呢 尤其是從今天清晨開始 新竹一北受到雷雨帶移入的影響 出現了好大雨 甚至還導致了淘積二航下路面積水 再加上接下來有低壓帶影響 一直到禮拜六 全台幾乎都是有雨的天氣 得等到週末降雨才會逐漸趨緩 大雨不斷狂下 讓淘積二航路面短暫積水 雷雨帶進入北台灣 16號上午 氣象局連續發布大雷雨 豪雨特曝 新竹以北首列為降雨警戒區 那從清晨開始就有明顯的 對流雲氣從北部海面開始移入 那目前我們預測呢 它會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影響到我們家北部地區 那在北部地區 特別是在新竹以北 都要特別注意會有一點短延時強降雨 水氣增多大氣不穩定 緊接著低壓帶移入台灣 西半部尤其中南部降雨也會更加顯著 特別是中南部地區 未來還是在雲封面 所以中南部地區在禮拜六之前 都容易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而且也容易有短延時強降雨 那可以看到其他地區 特別是山區的部分 在午後也容易有比較大的雨勢 氣象局預估十六號到十九號受低壓帶影響 中南部有震雨或雷雨 也不排除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和局部大雨發生機率 另外北部則是有不定時震雨 得等到二十號後水氣才會減少 轉為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一直到禮拜六呢 我們預期都會在低壓帶的影響之下 那禮拜天之後可以看到低壓帶 逐漸地向西推之後 那天氣系統才會開始改變 那我們的天氣上來說 才會逐漸地變得比較穩定 低壓帶連續影響四天 得等到二十號後 向西推 各地降雨才會逐漸緩和 不過依舊得留意 午後雷雨 而樂於來襲也亂逃機 尤其在桃園機場 傳出了機瓶大塞機 多班航班都出現了延誤 目前淘機公司表示 部分航班的確有受影響 但機場沒有關閉 問題是機瓶作業 因雨勢一度暫停 現在恢復了沒 連線記者李佩玄 雷達圖上清楚 看出機場起飛班機 正在排隊 等待起飛適當時機 上午桃園地區 一陣大雷雨 機場連外道路出現積水 嚴重影響行車視線 知能放慢速度 不少出國旅客班機 也因為雨勢太大延誤 滿滿一排紅字 起飛和降落都受影響 桃園國際機場 上午九點半到十點十分左右 因為雷雨當空 導致地面作業暫停 包括地勤航空 與行李體力都受到影響 淘機公司表示 機場正常開啟 只有部分作業受到 雨勢波及而暫停 目前積水漸退 航班陸續恢復中 大約十點半過後 機停作業也慢慢正常運行 今天氣象局上午 已經對於基隆 新北跟桃園發布了豪雨特報 其中桃園的部分 不止馬路積水超過了半個輪胎高 還有水不斷灌進了地下室停車場 目前情況稍稍緩解了沒 胡佳蓁帶您關心 受低壓帶影響 暴雨狂炸北臺灣 可以看到積水已經猶如河流 一長條全都已經淹到半個輪胎高 汽車只能在河中緩緩前行 機車騎士在暴雨中更艱困 看到前方積水只好無奈迴轉掉頭 氣象局針對桃園等縣市 發布豪雨特報 入住去南公路上午 更是積水承載 汽車開在路上激起超高水滑 民眾艱困底涉水而行 水已經淹到膝蓋 不只路上暴雨也清洗桃園 南崁停車場 一處地下室 水流猶如瀑布 沿著一階一階的樓梯 衝入地下室 地板全是水字痕跡 突如其來的大雷雨也讓陶基 十字架飛機搬次暫停或延遲 截至上午11點40分 仍維持警報 呼籲旅客耐心配合 等待航空公司安排 第二代影響中央氣象局 對新北海有桃園 發布了豪雨特報 桃園也陸續出現了強烈的雨勢 紛紛傳出淹水的災情 不只是有路面積的水 已經超過半個輪胎高 甚至還有水不斷地 灌進地下室停車場 我們帶您一同了解 受低壓帶影響 暴雨狂炸北台灣 可以看到積水 已經猶如河流一長條 全都已經淹到半個輪胎高 汽車只能在河中緩緩前行 汽車騎士在暴雨中更艱困 看到前方積水 只好無奈回轉掉頭 氣象局針對桃園等縣市 發布豪雨特報 如去南公路上午 更是積水承載 汽車開在路上激起超高水花 民眾艱困底涉水而行 水已經淹到膝蓋 不只路上暴雨也清洗桃園 南崁停車場 一處地下室 水流猶如瀑布 沿著一階一階的樓梯 衝入地下室 地板全是水字痕跡 突如其來的大雷雨 也讓淘機十字架飛機 搬次站停或延遲 截至上午11點40分 仍維持警報 呼籲旅客耐心配合 等待航空公司安排 蓝颱風二度登陸日本 嚴重影響了關係 陸空的交通 根據各國航空公司統計 大約有近3000名的 台灣旅客受到影響 有破百名的旅客 被迫在機場過夜 其中有受困的旅客不滿 強容航空的處理態度 控訴只傳訊息 就沒有任何的後續動作 踢車大大小袋行李 大群人直接塞爆 長榮航空機場櫃台 台風嵐兒二度登陸日本 導致關係機場 從十四號開始 航班取消甚至有延後狀況 旅客們怒氣不小 這些人都是因為颱風關係 搭乘長榮航空 搬機卻出現延誤停飛 受困旅客不滿 長榮航空處理態度消極 有的旅客滯留機場 已經鋪睡袋睡地板兩個晚上 認為長榮航空 卻只貼出一張公告 甚至還沒有中文版 傳訊息通知旅客停飛 就沒有後續處理 這次颱風關係 各國航空公司統計 約有三千名台灣旅客受影響 有將近六百名 都是長榮航空旅客 受困旅客痛訴 直到今天中午 才發給每人一瓶水 但眼看其他航空公司 都已經陸續安排搭機返台 雖然是有不少人在機場苦等 直呼對長榮品質感到失望 插播最新的消息了 因為豪雨跟抽水戰抽水的關係 二重疏紅道已經有淹水的狀況了 那為了提醒民眾安全的問題 疏紅石路以北區域路段 現在這邊是指出不進的 所以提醒用路人要提早配合改道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的最新消息 主要因為受到地壓帶的影響 中央氣象局是對了新北 還有桃園這裡發布了豪雨特報 桃園也陸續出現了強烈的雨勢 紛紛有傳出一些淹水的災情 不只是路面積水超過半個輪胎高 還有水是不斷地灌進地下室的停車場 帶您看看現場狀況 受低壓帶影響暴雨狂炸北台灣 可以看到積水已經猶如河流 一長條全都已經淹到半個輪胎高 汽車只能在河中緩緩前行 汽車騎士在暴雨中更艱困 看到前方積水只好無奈回轉掉頭 氣象局針對桃園等縣市發布豪雨特報 如去南公路上午更是積水承載 汽車開在路上激起超高水花 民眾兼困底撤水而行 水已經淹到膝蓋 不只路上暴雨也清洗桃園南崁停車場 一處地下室 水流猶如瀑布 沿著一階一階的樓梯衝入地下室 地板全是水滯痕跡 突如其來的大雷雨 也讓桃機十字架飛機搬次 淡停或延遲 截至上午十一點四十分 仍維持警報 呼籲旅客耐心配合 等待航空公司安排